来 瞧一瞧 瞧一看啊 这个怎么来了 校园 空间城洞暂时关闭 我们怎么办 先休息一夜 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 再去城中心看看 快看快看 快过来瞧啊 小小 都是好东西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星座器啊 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 来 给本小姐开给你的真本事 老狗不当当 都给本小姐滚开 来我 来我 找死不成 居然竟敢得的这是小魔王 这磨倒大霉 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 谁遇见他谁倒霉 混蛋 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声啊 带你家长辈 略做教训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 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 若是石像 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的日 你再敢骂一句 他不杀你 我来 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天涯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好样的 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别了 可不是吗 长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知道做了多少年 多巧 小元大哥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罗家老祖实力 约莫在五星斗宗 好 千人 我弟要我爷爷 将你的手指 也给你真的堕下来 星星竟如此恶毒 几位如此行径 你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 爷爷 paso刀 你这人做的 老祖 居然亲自来了 求你了 站住了 总的这么多 我很怕小的 爹爹 他们欺负孙女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天涯城 对我罗家之人出手 胆子争不下我 帽子跟你们罗家 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 原来这做长辈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斗宗强者 一个小小的罗家 和交出来的孙女 竟然比我还掉满 斗黄 这么个小丫头 竟然也是斗黄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 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 若是强行教授 怕是得不偿失 而且如今空间冲动 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 好 即位 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 你们先将小药带回去 爷爷 我就走 你一定要回来的 是 爷爷 爷爷 走吧 太阳太阳太阳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到底是不来的 这位姑娘 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 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 应该是为了空间虫洞吧 空间虫洞这次的问题不小 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 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 报仇呢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竟然是这斗红小子 空间虫洞一旦修复完成 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 想必就不须此行 哼 几位 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 可再无第二个空间虫洞 唉 罢了罢了 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虫洞 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七阶魔盒 怎么样 不知是否有七阶天独蝎龙兽的魔盒 天独蝎龙兽乃是远古异兽极为罕见 七阶天独蝎龙兽魔盒着实没有 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六阶的 不知是否可行 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 不过这六阶魔盒倒是也能接受 有了这六阶魔盒 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 再不计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 请跟我来吧 有了这位小姐相助 想必今日之内也能将重动恢复 各位 这里便是控制空间重动的阵法平台 果然是大手臂 这两位是韩氏二毛 在周遭千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老夫专门邀请来帮忙修复空间重动的 二老 这几位小友也是老夫请来的帮手 帮手就这么几个年轻小辈 哼 两个在斗宗初期的人 说起话来如此狂妄 这是玛丽来的小娃娃 如此不招待 去看看吧 若是能够修复的话 也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 你 此女竟然也是斗宗强者 二位少安勿躁 多一分力量修复重动就越轻松 所以我来吧 我等将空间之力注入法阵 中间切记不可松懈 否则修复不成不说 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 哼 我二人自然没有问题 就是一些年轻人 怕是要拖后腿 对 好了 三位还请助我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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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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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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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人情我罗程记住了 萧嫣小友 这是老夫所承诺的报酬 还请诸位收下这艘空间船 此船可在虫洞中平稳穿梭 船内还有不少药材 就全当谢礼送给你们吧 多谢罗老先生 那我等便出发了 那么向着中舟出发 换我来吧 我们进入空间虫洞 多少天了 十六天了 再有几日时间 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多谢了 控制恶难毒体的所需之物 算是备齐了 但我担心六阶天毒蟹龙兽的魔盒 难以达到最完美的取毒效果 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找到七阶魔盒才行 你决定便是 我这朋友还真是静止静止的啊 怎么回事啊 空间路径被破坏 警察了空间风暴 你们有办法过去吗 除非是道尊强者 否则 难以在空间风暴中掏伤 快点小心 空间风暴后面 是否就是虫洞出口 没错 只要我们能强行冲过去 就能离开这个空间虫洞 可是 没有道尊强者 根本无法重处空间风暴 不拼你吧 怎能知道会不会成功 小医生 你护住船身 我来控制速度 好 紫妍新来 抓紧了 别松手 好 小医生 小医生 没有多久 必须紧快冲出去 小医生 你怎么样 我没事 紫妍 紫妍 快用空间之力 紫妍 快用空间之力 紫妍 这小丫头的身体 竟然还藏着这么恐怖的能量 紫妍 没事吧 放心 只是有一点虚弱 出口堆在前面 出去了就好了 好 怎么回事 确实被这风暴拖回去 一定没有逃生的可能 紫妍 你先顶替我 下船去推 来 一定要小心 若是情况不对 就赶快回来 来 咱们先来到 给我铁 你要去 再来 升远大哥 停电了 大小医生 大小医生 大药 大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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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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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妍呢 他怎么没出来 我就把他带出来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空间虫斗受损那么严重 你们看 这是空间符文 符文落灭 代表通道没了生命迹象 若闪烁 就说明有人从里面出来了 从我们出来到现在 符文一共闪烁了两次 所以很可能 这次从里面出来的 就是萧炎大哥 那他人呢 可能被随机传送到 中州的某个地方 我去找他 中州地域辽阔 我们不知道 他具体在哪儿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他 那小子也算是好运 从天上掉下来 没被摔一次 是啊 若不是二小姐人美心善 出手相救 那小子准成为魔兽的口中餐 可不是吗 不要多嘴 加快速度赶路 是 是 二小姐 水源地到了 是否究竟安营 此地离水源太近 还是将营地扎到一里外吧 以免夜晚屠生事端 继续闲 继续闲进 今晚就在此地安营渣寨 大家马流地准备起来 这是 马车 小野心他们 应该已经安全抵达了 得尽快要好伤 早日与他们重逢才行 那边放好啊 好 好 过来 马马 先过来 这边 行啊 小兄弟 这么重的伤 恢复得还挺快 先来透透气吧 在下营嫌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我叫韩冲 你小子 真是福达名单 多谢韩大哥出手相交 我只不过是听命行事 真正救你的 是我们家二小姐 来 赶上喝尽口 拿点身子 感谢大家的救命之恩 干了 好 真是好酒量 不错 这傢伙对我的胃口 很适合加入我们韩家侍卫队 小兄弟 所谓酒品见人品 大哥就喜欢你这种爽快人 韩大哥 你可知丹塔在哪边区域 丹塔自然是在中州中心区域 北域过去 就算是走空间重洞 也要转转起次 小兄弟 你要去丹塔 眼下你有伤在身 等到了天北城 伤势恢复了再说吧 想不到落难时 还能被人这般帮助 中州看来还不错 你在带些人到周围不上 是 二小姐 二小姐 大家辛苦了 晚上守夜的人不要沾酒 其余人也要少喝 明天经过杨蛇下莽的领笛万蛇侠 很可能有场硬仗 是 二小姐 是 没想到 这么年轻的三星多 不过 她的样子 怎么似曾相识 二小姐请留步 在下消炎 谢二小姐救命之恩 我是通过空间重洞来的中州 因为途中遭遇空间风暴 和同伴走散了 难怪你伤势如此重 经历空间风暴还能逃生 也算你运气好 我叫韩雪 这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 这是疗伤药 对你的伤应该有点作用 这韩家小姐 果然如韩冲大哥所说般善良 外表如此柔弱 却能将车队管理得井井有条 滴水之恩当有权相报 这万蛇侠是什么地方 这万蛇侠是妖蛇下马的领地 他虽刚入窦黄 还能召唤所有四界以下的毒蛇 难缠得很 只能叫过路费保平安了 这妖蛇的灵质为何如此之高 还会战伤为王当强盗了 这下马曾吃过一枚妖化丹 得以脱离蛇险 灵质也比其他六界魔兽更高 妖化丹 那下马极其贪财厚色 希望多花些金币能打发过去 否则我死也要护二小姐周全 以下马斗黄的实力 绝非车队所能对抗 韩忠大哥放心 二小姐这么善良 不会出事的 希望如此吧 该来的还是躲不掉啊 你这边还是没发现啊 你这边这边呢 你这边在路上 你这边呢 去吧 这边呢 有蛇 想 你们应该知道本大爷的规矩吗 啊 当然知道 有蛇 那你现在要知道 但是你这边呢 在你这边呢 夏王统领 这是一些国礼 还望统领大人收下 还不错 看来你们还算有点折 那我们先告退了 这是当然 莫莉卧桃一堂 留下了一堂 保护二将军 是 统领大人 我们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 若是在这里有什么闪失 韩家定会追查到底 天北城那些老家伙确实有点实力 不过 只要将你们全部留下 谁会知道 我对韩家人成少了呢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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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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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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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二小姐 不要 这是我相貌的私事 还请不要插手 学习内 不管 就死 我沙大爷开车的女人 就没有能跑得掉了 灵魂一样 是 灰层露面 便是对手落的这副两尾模样 那出手之人 实力是何等的恐怖 前辈让命啊 小人 这就滚了 这家伙逃起命来 竟然如此熟练 看来 没少被人追杀啊 是啊 晚辈寒雪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不知能否现身一剑 也好让晚辈 回报前辈的救命之恩 老夫偶然路过 顺手相助罢了 没什么好见的 不知如何尊称前辈 若下次相遇 晚辈定重力相待 好 高人不愿现身 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二小姐不必太苦挂怀 继续起刑吧 嗯 莫非是 韩小姐 事端解决了吗 这人看来伤势还未痊愈 不调动灵魂力量与人相战 不太可能 嗯 已经解决了 动作利索点 准备启程 咳咳